这首歌曲是Rita所带来的年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婷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通 今天我邀请到一个非常 活泼的小学老师 其实我觉得当小学老师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 尤其是各个年级我都很佩服 一二年级很佩服 因为他幼稚员到上来 所以有的小学老师 可能一年级的时候还要当保姆 那三四年级可能会比较顺利 但是五六年级又到了青春期 其实老师都不好当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林怡辰老师 林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怡辰 怡辰老师亲子天下出的 高校时间管理课 怡辰老师的 高校时间管理课 我都觉得是要给我看的 这个是你出给小孩看的 还是给大人看的 其实比较多是给职场的工作者看的 所以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收到很多的回应 比如说有国小国中高中老师以外 我昨天还收到一个就是经理 他就拜托我帮他签书给他的组员 然后有自由工作者或是全职妈妈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主要是讲高校时间管理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 比如说繁忙的生活 不管是哪个工作 最主要是心境可以安稳 然后持续踏实的往自己的目标迈进 老师你好正面好阳光哦 那个所以你是土象星座的人吗 没有我是水瓶 你是水瓶哦 水瓶会写这么第一项第二项吗 因为看你这本书当中好像土象的 但你有归类耶 怎么样实用的啊 怎么样概念的啊 那老师其实你现在是小学老师嘛 真的是时间好繁琐 因为我妈妈也是老师 但她不是小学老师 我觉得小学老师繁琐到 就是除了孩子的上课的之外 生活礼仪在这一段时间培养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三不五十 这个小朋友吵架 老师要调解一下啦 那个哪一支笔又不见啊 那谁跟谁的笔是一样的啊 然后什么时候便当又不吃完啊 哦 这个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 就像主持人说的 所以其实老师的身心平稳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很容易都会在情绪上偏颇 然后可能就可能会不耐烦 所以其实像我自己除了就是教学本业以外 像我回家就是只四点回家 然后就开始煮饭 然后我自己还有三个小孩 然后我们家又有葡萄园 然后我其实可能又全校就是怎么样 你有三个小孩 对我有三个小孩 而且年纪都很小 而且我本来其实是想要打算生五个啦 只是后来因为贫血太严重了 被医生警告才放弃的 然后你家还有葡萄园 吃葡萄可以补血呢 我要去摘葡萄 当葡萄园小编 还要负责就是夏季跟冬季的出货的事情 哇我听见你的声音好像少女 所以你有三个小孩 然后呢 因为我四开头了啦 哦四开头了 不是四十几年四 是四十几岁啦 然后呢 大概四十岁 然后你要去采葡萄 你还要销售葡萄 这样子 对 然后像我礼拜日才从青子天下年会 我其实还有礼拜三也会 接各级学校或各个单位的演讲邀运 线上演讲 那像新加坡马来西亚 他们这几年也是有邀约我演讲 所以其实我也是讲师 然后有专栏在写 那今年就是用两个月的时间 把这本书写完 你的时间怎么安排啊 就是在这本书当中 高校时间管理 因为你高中的时候 你说你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为什么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是 台湾那时候经济起飞嘛 可是其实过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产业逐渐外移 我们家也是面临这个产业的状况 但我们没有衔接上 所以我们家就从就是家境非常的富裕 然后变成就是负债累累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对那时候的我 其实是有很大的 就是困境在 因为你就是可能 我们回家的时候就看到门口会贴封票 或者是会有讨债的电话 那那时候身心没有很安稳 又加上 我那时候其实成绩不错 我那时候考上台中女中 那所以我在文章中 其实最主要是要透露 就是说我觉得时间管理 其实它只是一个假议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管理自己的 我们要管理自己 还有管理自己的情绪也好 或者思考让心静平静 因为其实花最多时间都是在那边焦虑 或者是负面的思考当中 老师我觉得你 我很认同你讲的耶 因为我告诉你 只要假日啊 小朋友可能去外头玩 或去上什么课 我都觉得我的心情很好 然后精神好好 可以做好多事 可是如果小朋友在家里 妈妈就很焦虑 就是好像觉得好累 什么事情就没有办法做时间管理 所以其实时间管理跟心情有关 对哇 我觉得主持人讲得很好 我最近最常被问到 就是怎么样培养 让孩子自己时间管理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 就是在书里面有提到说 是培养神最有 因为时间管理 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 所以你身边不管老公 我里面有讲到 怎么样培养老公啦 老公也好 那一篇我可能可以放弃 完全就把他无视了 你如果看我老公的例子 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就是疗愈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像我的孩子很小嘛 有幼儿园的还有低年级的跟中年级的 其实我也是给他一个概念 就是妈妈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在你生命旁边 所以你应该要自己去领导自己 那我就会跟他讨论 那回家之后 刚开始真的我们要学着放手 你就让他自己去尝试 然后发现联络簿也没有签 功课也没有写 然后在那边很着急 然后我就会就是静下来 然后就跟他说 看你这样妈妈也是觉得很不忍心 那我们想想看下一次可以怎么样 所以后来慢慢的 就从幼儿园慢慢开始 那当然中间会有起伏 孩子就会知道说 回来就要要事第一 我要先把重要的事情做完 所以我们家回来就是开始脱袜子 洗袜子 然后洗餐具 然后到外面去运动 然后自己写功课 功课写完 要联络部自己拿来给妈妈签名 因为妈妈九点就会关门 时间过了我就不会帮你签 你是你自己要去负责的 所以他们自己洗 我女儿以前也自己洗 现在都不自己洗了 因为好像功课很多 她就觉得好烦 所以你还是要规定他们自己洗 不洗的话 你就自己带脏的 第二天带脏的东西回去 对不对 我会觉得是 我们虽然是希望她成长 但是在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让她感受到爱 所以如果我发现的话 我还是会适时的提醒她 当然我就会跟她说 因为要看年龄 不是说你马上就是 甜面无私 然后背黑几百 然后她就得到一个钢铁妈妈 一个胡妈这样 所以其实是看状况 然后她就会发现说 对如果我忘记的话 我可能就是晚上就要在那边洗 但一两次我觉得是OK的 她早上就发现 她忘记洗的 被妈妈洗完了 她其实会有温暖在的 所以我这本书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时间管理 并没有说完全 一模一样的答案 真的是要看个人 你选择的人生状况 跟你想要的价值观 去做选择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继续聊了 马上回来 好哦 亲死天下所出版的 宜辰老师的高校时间管理课 从心态概念还有工具 打造横毅力的人生复利心法 是复利哦 复利心法不是投资复利 但人生也要复利 每个人都在讲投资 但有时候你知道 如果是以前的概念来讲 或以人生的概念来讲 其实是不太能够分的 我觉得人生要快乐很重要 你不快乐 你有一堆钱 其实也没什么用 那回到了这一本 高校时间管理课 刚才宜辰老师 讲到了很多观念 就是其实你自己也要开心 你的身心灵也要很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您讲到 你怎么样教育孩子 我们要一开始 要怎么样的 让自己可以做 这种比较高校的时间管理 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或一开始 我们要怎么做呢 是教育孩子吗 对 教育孩子 好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概念很好 就是以中为始 就是我们的孩子 势必有一天要 就是独立成长 然后我们要目送他远去 那当然在每个阶段的目标 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从长时间 就是跟投资一样 其实世上重要的价值 都是需要长时间去耕耘的 如果那个跟你说短效 就是获利啊 或是简单可以做的 通常都不是正确的道路 所以像我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短时间可以 这个存银行 有20%的利率啊 月收入15万 然后去减普债 那个都不要去就对了 他自己存就好了 干嘛还来告诉你 对 所以比如说像孩子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说 我可以逐渐让他独立 那我其实在现场看到很多 舍不得放手的家长 我都觉得好可惜 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帮他做好 会变成那孩子 比如说一年级 他小肌肉就发展的不够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帮他做好了 所以他握笔就会有困难 写功课就会慢 所以真的你要用宏观的视野去看到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孩子在国小 我就会特意的去认识 有家里有国中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高中的爸爸妈妈 你可以稍微往后看一点点 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讲 我通常都会觉得就是健康第一 那健康第一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他是有好的身体健康 那就是输入 比如说你的阅读 或者是你的运动 然后还有你的营养 就是非常重要 你可以发现这样 这其实都会息息相关 所以我自己在书里面 就可能没有 比较没有详细提到这一个部分 比如说像运动 我就会帮孩子安排运动的社团 让他培养很毅力 就是我们知道很毅力 是很关键的能力 那他不是说说就算了 就是爸爸妈妈也要培养很毅力 那我讲一个 比如说我的孩子 他参加一些运动的社团 他一定会遇到挫折 想要放弃 那怎么办 很毅力里面就有告诉你秘诀 你就跟他说 好那你就是再努力看看 你把这一次表演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 等到他真的撑过去之后 他会有成就感 就会再支撑他 再往下一个阶段 对 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真的要装傻 你也不要因为他硬碰硬 有的时候我就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如果爸爸妈妈弱 小孩子他就自己想办法 所以这是很毅力运动的部分 那我们家就是每天都会跳绳 然后在学校我也会每天 带着孩子乘跑 比如说第一圈 第一周就先一圈 第二周就两圈 第三圈 对所以到后来 比如说之前带着五六年级的孩子 他们都可以一天 就跑了三公里 哇好棒哦 所以在这样子强健的体魄 有时候他五年级的时候 就长得比隔壁班 六年级还高 那其实你这个知道 其实从他对他的大脑的认知啊 跟他的反应啊 跟他心境的那个平和啊 就光讲我们出去校外教学 有些孩子走两步 他就坐在那边找椅子 跟我们班 他就会跟着那个导览老师 好像很认真写笔记 然后问导览老师问题 你没有健康 其他都是零 所以真的从根本 因为我很感谢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我教学将近二十年嘛 我看过几千个孩子 他告诉我 我要怎么样对待他 他到国中到高中 回来告诉我说 哦老师你之前什么什么 对我很有帮助 所以从健康 那营养也是 营养的话就是蛋白质 然后像淀粉类 然后甚至绿色蔬果 这些都是 还有喝水 所以我都会很 就是就对我们班的孩子也是 有时候你每天要喝多少的水量 然后你去观察你尿液的颜色 所以老师 老师讲的小朋友比较会听 妈妈讲的小朋友比较不会听 比如说叫他喝水 哦好 然后就散到房间去了 叫他吃蔬菜 他就哦好 然后咬一口 然后又到飘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有时候 对对对 佛系的妈妈 或者是说 你小学生可能真的比较听老师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从 就是你当 你直接跟他说 才是他年龄跟经验不够 所以我们会设计课程 让他体验 跟看影片 或者是操作 就是让他真的确定 因为我们说 人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人 可是我们可以催化 催化的重点就是 你要第一个 要让他感受到 他这件事情 对他自己的影响 嗯嗯嗯 对那他才会有下一步 这件事情对我真的很重要 甚至我可能常到自然处罚 我没有这样做之后 真的造成对的 我造成很大的困扰 不才去思考说 那我要怎么改变 所以教育真的也不是 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他是要很多次 藉由课程 体验讨论等等 老师我想请教你 就是一个 书上可能 就提外的话 就是说因为现在视讯上课 已经两年多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说 很多的孩子 比如说视力变差了 甚至就开始依赖 iPad或者是手机了 因为以前 家长都防嘛 他一直防一直防 都现有些家长 真的很现实 可是他没办法啦 三四年级开始做 这个视讯上课 那怎么办呢 嗯 我讲一个 其实我讲老实话 其实就是要看 爸爸妈妈跟老师 你的身教 你是拿手机在那边划 可能划影片 还是你是把手机 这些电脑 把它当成是一个 促进学习的工具 嗯 其实我毕业的六年级 学生来说 他们视力没有退化 而且他们就更进展 比如说我们偏乡小校 以前得到的奖 可能就是地上的奖 或者是语文竞赛 或者是投稿部里日报 但这一介孩子 因为疫情两年 他们并没有停止 他的学习 把得到全国的 作文的大奖 哇 好棒哦 所以他可以 你应该不是说 这个手机就是不好的 我就不要用它 没有没有 其实说里面讲到 很多东西是中性的 而是看我们怎样 去使用 如果你让孩子觉得 这个手机或是平板 它在上面可以看电子书 它可以让我去找到 其他的作文作品 可以让我思考 可以满足我所有的一介 或者是我要升国中了 我怎么样适应 我可以看一下 我以后的国中的网页 我去看一下 他们的版本是什么 我利用暑假的时候 先稍微浏览 熟悉教科书 我用酷音的网站 上面可以听英文歌 还可以练习英文单词 你对他来讲 这件事就一个学习的工具 好的 所以像我们家 我们家他就会用 妈妈你拜托 你可以让我用军医 先看一下数学 他会这样的思考 太棒了 因为很多人也用军医 有一些些课程 可以预看 或者是说再来复习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谈大人 就是说 您在书上讲到了 要订定目标 找寻自己的北极星 同时也讲到了 这个曼陀罗的计划表 待会跟大家分享 马上回来 亲子天下的 这个宜辰老师的高校时间管理课 刚老师讲到很多亲子教养的状况 还有一些建议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书上 那很多人就说 您刚刚讲说上班族 有些主管也希望说 自己的时间来可以管理 那其实你一直讲到新嘛 对不对 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要做 我们决定要什么 我们就来定立目标 有些人你问他 这一辈子他就说 我没有目标 我不知道 所以自己要先想好 有没有什么目标 有了目标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计划 你好像有建议大家 所谓的这个曼陀罗计划表 这个是什么 对 其实这个做计划的方法有很多 那曼陀罗这个其实就是 从棒球选手身上学到的 那我觉得其实他 可以当作大家参考 我在书里面讲了很多的方法 那我想要回应刚刚 就是主持人说的 那个没有目标 其实我这个目标 并不是说要多成功 就是可能有多么 有成就之类的 其实没有 其实从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想要 我让我自己健康一点 这就是一个目标 那我们可以再往下延伸 那你这个想要健康一点 太空泛了 我们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所以书里面就可以讲到 你就可以用 有没有数字 比如说我可能 我想要每个礼拜 多运动一次 或者是我可能 今年想要去做一下健康检查 或者是我饮食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在生活中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 做什么风功伟业 或者是什么旧世界 没有没有 你可以先来找一个 对自己好 对自己温柔 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幸福的 一个小目标开始 然后慢慢的依序 我先有一个数字 可以检阅看看 那当然刚开始 不要定得太高 如果每天要跑五公里 就太难了 那我可以先 我每天先走操场 一圈 然后慢慢增加 然后你就会 每天再多一点 感受到这件事情 对自己健康的 好的影响 然后让你的生活 可以更好 这个很重要 那所以这个 刚刚讲到目标 我们不要想到 太高 久远的啦 就是你刚刚讲 健康也是目标嘛 对不对 或者说我想要 很会料理 也是一个目标嘛 有些人就不会料理啊 然后现在疫情关系 觉得说 我好像突然会煮菜了 我看过很多人讲说 那个疫情 开始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自己有 有这个做菜的潜能 就是激发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目标 那您刚刚讲到说 那个曼陀罗的 它是那个 你说大古祥品 17岁的时候 就用这个曼陀罗计划表啊 对 它就是定的非常详细 比如说 它想要锻炼 它打击啊 或者是它接球 或者它体能 甚至它学习幸运 可能都多帮助别人 它就是一个九宫格 在往外面延伸 所以它会做到 非常的细 然后每个层面 都会做到 所以这个 我就是提供给一个 比如说 你可能有很多目标 或者是雄心壮志的人 这就是一个方法 那这是一个参考 那也有很多读者 他就回馈我说 他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没有办法 把这个曼陀罗 整个都填满 我觉得也没关系 你就是先想一下 比如说像我自己 我可能就是 我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想要自己 就是做年菜 类似像这样 对那我就可以思考说 那我可能 逛过年 现在大概还有 几个月的时间 我可能现在 我可以先做什么准备 我可能先去开发 找到我喜欢的食谷 我就把它存在 我的一个档案里面 类似像这样 所以在文章里面 他有讲到很多种 比如另外一个 是用时间轴 对 时间轴跟我分享一下 时间轴其实有一点 类似就是 很多人会用时间轴 来做投资股票 但是他没有说 投资自己 比如说很多人讲说 我定时定额买股票 我一年之后 两年之后会怎样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时间轴 其实就是有订健康家人 财务梦想跟其他目标 然后把它 一点一点画上去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最常听到的笑话 就是 你要跨年了 你又开始许下新年的目标 那你想不到的时候 你就把去年那一张拿出来 就发现每一个都还没有达成 又变成新年的目标 其实这个很常见 那为什么这些目标 都没有办法达成 其实第一个就是 这些目标是你真心想要完成的 还是你只是在 比如说社群媒体 或者是看到别人想要做 你就想做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最首先就是 其实书里面有讲到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自己 那第二个是 这么多目标 全部都要达成吗 可不可以我们先从 有再求好就好 不要我今天十项全能 我就定了好几个目标 那时间轴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95页里面就有讲到 我自己是比较习惯用这个 就是用我的北极星 我的价值观 像我就是常常觉得 健康第一 家人第二 然后可能工作 财务 梦想等等 是后面的 所以我就会把今年 就把它一到十二月 划出时间轴 那我就会往回推呀 比如说运动 我通常就是在年末的时候 我会报名 我们附近的一个 半马的比赛 对对对 那你不可能说 我今天报名了半马 我下礼拜就可以去跑 这不可能嘛 所以你就会开始往回想 那我之前可能要做什么 我可能看前面再往前一点 我可能就要具备有跑半马的实力 对对 或者是你至少可能要跑半马 一半以上 那再往前 我可能就要装备 对对 然后在之前 我可能就是我要找队友 或者是我可能要找个教练之类的 或者是我可能看看 我的跑步的姿势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不断不断往前 然后十二十一月的半马的比赛 我可能九月要做什么 八月要做什么 七月要做什么 那你这样把它变成很多的小石头 你就很清楚知道 那我这个月 我这个九月 我可能要做一个小目标就好 就会比较把它踏实的完成 而不是想说 十一月要办马 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一直焦虑焦虑 焦虑到十一月 然后说我报名了 算了不要去好了 浪费那个报名费就算了 对对对 其实这样很可惜 这个很多人也会这样定 像我之前讲说 其实什么对我们这个媒体来讲 金钟奖啊 金马奖啊 金曲奖 这种很重要对 对艺人 他可能十一月就在讲 然后呢 他可能九月公布入围 那你入围前 你就要想说 那我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要穿漂亮礼服 对对对 要开始减重啊 就是往前挪嘛 我说我今年 我可能要做一个 你说年菜 然后我可能就往前推 我就要先设计菜嘛 然后我就看看 那再往前推 我可能要在网路上 或者是拜师求艺 或者是说 先认识蔬菜 对就先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 我们家会喜欢的 就不要说 我要去高级大菜这样 那比如说像家人朋友 这个就是可能就要靠习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关系 它是长期的 那我自己就想说 那我的三个孩子 是很重要的 我要把我的时间留给他 不要把我最好的时间 都留给工作 然后回来就只有剩下 就是坏脾气跟不耐烦 然后滑手机 跟他说你不要来吵妈妈这样 所以我就会定说 我可能就要去思考 既然我的家人 跟我的孩子 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需要我有时间 陪伴他们 那我想到的就是 我可能要耐心 听他们说话 或者是我们睡前 就会有固定的共读 所以我就会在 我的那个时间轴上面 就是开始画每个月 然后就会有一个格子 那我就今天 9月几号 我今天有没有跟他共读 然后我就会画一个 我没有陪伴他 我就会画一个点这样子 就靠这个记录 然后让自己养成习惯 习惯养成之后 我就觉得 我跟我孩子之间 就拉近了 这是我重视的目标 所以我就会用时间 把时间花在上面 就是诚恳的反应 我内心 对他重视的程度 好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也要定立目标 这个很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聊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怡 怡真老师的 高校时间管理课 在这个管理课当中 其实有告诉大家 要定立目标 那当然定立目标之后 还有一些策略 老师也讲到了 不过最重要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 还有执行力 跟习惯 因为有些人就是 没有执行力 我就是都定目标 对不对 就我看过以前一个广告 非常好笑 就是有一个人呢 就一直在那边盖一张 说我要学好英文 我要学好英文 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然后他到20岁 30岁40岁 还在这样子讲 他有想法 但他没有去执行 所以其实执行 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有些人 就一定要别人推一下 才能够执行呢 我觉得像执行力 他其实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我自己 在孩子身上也有看到 比如说我不知道 有些家长会不会发现 你的孩子 为什么写功课都很慢 有一种特别聪明的孩子 是这样 哇 今天回家又有六个作业 那我一定要写很久 哇好辛苦哦 然后他就等到我不要写了 我就是在那边先发呆一下 所以其实他是反应很快的孩子 他可以遇见后面 但延伸到我们大人身上也是一样 我想要把这个工作简报做好 哇我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我要让上司非常的赞赏 那我第一步先做什么 所以有点困难了 一下就要做得很好 那我先休息放空一下好了 我寻找一下灵感好了 结果实现被赖一直逼近 我就觉得好焦虑哦 我已经说我出来 然后后来就草草了事 然后就上台 所以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态 就是我可不可以先求有再求好 那我不要要求完美 因为我们学生时代每件事情 每项功课其实有充足的时间 可是我们知道真实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们每天的注意力或者是我们每件事情 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可以另外这样说其实事实上没有就是真正的完美 而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达到你的目标就好 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我今天就是先把草稿写完就好了 或者是我先顺利把它完成就好 那后面再有时间再慢慢加强 所以其实这后面都是延伸到自己对自己的观感 我其实常常就是很心疼看到很多孩子 他都会对自己要求很高 我一定要一百分 我一定要做到很好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我就是一个坏小孩 大人也是啊 很多大人就啊 我就烂 我就是没有执行力 我就是没有意识力 我觉得好可惜哦 其实没有 其实在成长性心态来说 其实只是你还没有找到适合你的方法而已 对对 不过老师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刚刚你对于这个执行力跟习惯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我受挫嘛 你有讲到说培养受挫的复原力 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受伤 像我个人神经比较大条 人家讲完我就好难过 然后第二天我就好了 那有些人会记很久 哇好棒 有些人会记很久 然后一受伤 然后就没办法复原了 那怎么办 尤其是被长官骂 然后觉得说这个专案没弄好啊 对不对 就很受挫 或者说我好不容易弄了一两个月 我就觉得我的报告 他们一定会喜欢 没想到我才报告两分钟 他们就说 这个好 是就这样一般 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就是问到关键 其实在书里面有讲到 其实跟我们自己初始设定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预期别人应该要怎么样 可是像我自己 我就会全部都归零 比如说我今天带一班家长 即便我很努力 可是你知道牙齿跟舌头也是会咬到的啊 你跟爸爸妈妈 你跟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 其实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跟意见不合 其实这是习以为常的 当你预期不要有太大的希望跟期望 或者是预期什么事情都照着你的想法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失望 然后你再去用成长心态去想 今天我跟他意见不合 好那我就去思考 那我下次可以怎么样 可以更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 我们中间可能不是你对我错 而是我们两个都对 是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而已 那我有没有什么另外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两边都可以满意 如果当你这个思考开始动了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人生中除了死亡 其他都是擦伤 然后这些擦伤最后都会变成勋章 这句话很棒耶 人生中除了死亡 其他都是擦伤 而这些擦伤最后都会变成勋章 对 所以像孩子也是啊 如果他写错了 我就会说写对很好 可是写错了老师要恭喜你 因为你发现你这里不会 那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怎么样把这个不会把它变成会 那你就更厉害一点 那如果小朋友说 不要我不想要会 我就是不会 那怎么办 OK啊 那其实我觉得他会需要一些时间 我也会尊重他 那我说好 那你先想想看 那如果这件事情 你觉得要放弃了 老师也会尊重你 可是老师会先告诉你说 你后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因为这一件事情 跟后面会有什么什么的相关 那如果你想通了要继续老师就在这边等你 我觉得也是要给他一点空间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医生老师不是超人 女超人 他也其实有写到他导师妈妈的一天 你怎么时间管理 你太早起床了 五六点就开始冥想啊 追梦早餐备课 八九点 这个是时间管理啊 八九点就一直开始就是上课啊 改作业啦 行政嘛 然后四点开始就下课了 就煮饭家务陪伴家人 休闲阅读一直到晚上九点 对不对 那你有疲倦篇 我很喜欢你的疲倦篇 你的疲倦篇就是七点快吃到 没有吃早餐就上课上课 然后接着加班到六点就开始 我喜欢你六点之后 上网闲罐 晚餐 追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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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对 哇这是重点 对对 我觉得这边要补充解释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管理 并不是说 你每天都像机器人这样 就是偶尔我也是会睡到七点才起床 然后可能就是买方便的面包给孩子吃 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是长时间 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每天都这样做 而是你中间断掉之后 你后面又可以持续 那人不是机器偶尔放松 或者是偶尔休息 这是必要的 在书里面 其实我有非常强调休息的重要 我甚至会把休息 就填到我的行事里 那一格都不能动 我那一天就是要休息 太棒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真的不能转台 马上待会跟大家聊 高校时间管理课 宜辰老师的 那里头有一段小诗 其实我也有在我的粉丝团分享 我很喜欢 就是走在自己的时区 那这个小诗就是说 纽约时间比加州快了三小时 但是加州的时间并没有特别慢 有人22岁就毕业 但等了五年才找到稳定的工作 有人25岁就当上CEO 却在50岁离世 也有人50岁才当上CEO 然后活到90岁 有人依然单身 有人结婚 欧巴马55岁退休 川普70岁才开始当总统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 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 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 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专属时区里 走着自己的步层 我觉得好棒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 就像小孩一样啦 我觉得孩子的等 有时候也要等待孩子 他有时候三年级 你看他很成熟 然后有的会懵懵懂懂 可是他到了国中 或到大的时候 其实他就慢慢走着 他自己时区 他有自己的发展趋势 只是说我们现在 制式的教育 你可能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通才嘛 大家就一起上同样的书嘛 所以其实人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就说 你感觉上好像 这人不怎么样 可是过了几年 发现他创业 他变成CEO 他变成可以改 发明了一个改变世界的东西 所以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这是很重要的哦 那老师 其实你在书上有讲到 就是说 也可以做一个 这个手杖的时间管理大事 其实很多小朋友 好喜欢手杖哦 对不对 对他们最近很联合 但是他们的手杖会比较多是装饰啊 贴贴纸啊 贴纸腰带啊 之类就是比较装饰性的 对对对对 我的手杖就非常的纯朴 我其实这手杖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写在 写在手杖上面的事情要完成 我就给自己这样的规定而已 是是 我也很喜欢用手杖 那我其实很多每年都会有保险公司啊 什么什么送的手杖 但我自己还蛮喜欢我自己的手杖 因为我都喜欢蛮薄一点的 而且我不太喜欢用手机写 啊我用手机写我都会忘记 所以我觉得手杖蛮好的 而且手杖其实你可以回顾耶 我从毕业到现在哈 二十几年的手杖我都有留着耶 我也是我从国中 对 啊你从国中哦 国中每一年 对对 每一年的那个手杖 都会看到其实以前会 哇写很多 然后感觉自己很厉害 可是写下来都没有做完 然后又把它抄到隔天去 对对 所以也是从以前这样 二十几年慢慢慢慢进化 然后慢慢改善 不断的更新这样子 嗯所以 其实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高校时间管理课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管理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竟然都有自己的时区 所以其实 对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吗 对 所以其实这一本书也不是要告诉大家说我多厉害我多厉害 事实上我在书里面写到就是我们家负债 其实事实上我到三十五岁的时候都还在还债 就是那时候你会难免也是会想说啊别人比如说我同学他们买房啊买车啊然后可能结婚 然后我现在就是存款就是归零全部都是零可是其实我后来去想啊就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跟你其实不同的生命意义那出书之后我收到很多的老师或者是很多的呃比如说职场上面的伙伴他们都会来跟我说啊一致老师你很厉害你很厉害 其实我要想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或是看到别人就是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可是其实我们私底下在面对生活生活真的不容易每天还是会存在很多的抉择跟挣扎但是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因为你想要的人生样貌一定是你有自己独特的样貌 你跟别人比较要做什么其实你又不是他你为什么要过他的人生你就是说我只要今天我今天我这一生我自己想要完成什么我想要留下什么我最后如果没有做什么我会很后悔那我这辈子努力去做即便哦即便没有达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我这一生的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说要去评比或者是要跟别人比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就是手 租时间管理的他可能是医生妈妈律师妈妈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是老师妈妈好像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老师妈妈有什么难的之类的也不错有有师老师妈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并不是要去跟任何人比也没有说一定要在时间上面比输引因为时间怎么比输引每个人时间都是一样的或者是你可能你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个先来或者是你今天可以用钱去买时间吗 没有办法你只有不断地掌握你现在的当下活到流出你今生最重要的价值跟选择而已只有跟自己比而已所以老师其实我觉得你这本书不仅是一个类似比较工具书教人家高校时间管理如果说真的平良心在很认真的看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的哲学或者说人生观或人生的选择我觉得你很多都是人生的选择的问题跟大家分享 谢谢真的好厉害喔其实我前面就是一个时间管理因为我真的从以前被演讲我演讲20年来每次都被问到这个问题不管是比如说经理人或者是企业讲师也都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很多次每次都觉得短暂的几句话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想法讲出来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心态加上系统性的问题 那我其实就是用一个时间管理就是为个号召 但我觉得其实更重要就像我在虚或是后面说的就是我用这本书回答了我自己对人生的三个提问 我今生想要留下什么然后我做什么事情不会后悔然后我希望我的读者看完之后并不是跟我一样就是一样画葫芦或是照我这样做或者是跟我盘比到底有没有超越我之类的 而是我希望他可以静下心来回答他自己人生的这三个问题 对是真的很棒那分享给大家这本书咯 亲子天下的宜辰老师的高校时间管理课谢谢老师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